今天交到一些新朋友 然后我们那一组的刘恩佑同学 除了我们原来传统 做科学概念学习 互动式学习的PHET 他又找到一个COSCI 我还不确定正确应该怎么念 然后今天第一层的活动 就是请朋友们 你去把你生活中感兴趣的现象 列出来 大概列了八个现象 然后另外我们就开始尝试解答 这些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是什么 因为每一个现象 比如说一枪管 泡管 为什么要有螺线 因为要用角动量守恒 让它弹压不会翻滚 但是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解释 所以也一之一 慢慢可以再发展 我们今天第二层的就是 就是把现在我们各种 各种课程跟活动 把它归纳成六个领域 四十八个原理 那这个是持续进行中 那我们再往下拉 往下拉 帮我往下拉 谢谢你 各个领域 往下拉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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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呢 那现在呢 现在就是请他们随机 那个两个朋友 随机各找十个科学教学的活动 也是动手学科学 拿来考验 看装得进去 装不进去这个架构 对不对 那如果中不进去就在扩充 扩充领域跟原理 对不对 那最后大概 大概我们估计大概是在 八个领域 六十个左右原理 会把中学左右的生活中 用那个科学的眼光 去帮小朋友看懂世界的基本原理 都可以介绍完 那另外 PHET就是比较严格一点 PHED就是科羅拉大學 它做的互動式的科學原理 互動遊戲 它裡面也有很多原理 就拿50個來考驗上面這個架構 現在就進行到這裡 繼續進行中 我認為應該可以在今年 把整個架構弄完整 然後應該可以在兩年之內 把活動設計完整 謝謝大家 謝謝